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把剪刀插肩娱乐圈的季老师 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一整层的衣帽间 这边是我的礼服专区 有一堆一堆一堆的各大艺人们的 什么颁奖礼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在里面啊 西服西装类的专区啊 各式各样的西装 反正你能看到看不到的 知道不知道的品牌 就应该都有了 我们随便拿一个是TB的 哦是TB的 哦对TB的 大家可能会想哦 这么贵的两三万块的西装 那这里谁促可以抓一件都是 哦这个是一个设计师的品牌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 这也是蛮好看的哦 呃Kanzo 反正这里面哦 这些这一部分就是一些 我们素人选秀类的小姐姐们的 小裙子女团风 这两边都是女团风 上面的是男生的衬衫类 各种各样的花衬衫 什么类型的都有 复古的阳光帅气的 咚咚咚咚的 国潮风的 一日大老风 什么爆纹啊 蛇纹啊 各种印花 这这些都是我们的衬衫专区 我的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衣服 我走的是干了什么搞定 这里是衬衫 各种各样的颜色 花的 然后小众的品牌 哦这个还蛮好的 这个叫山谷少年 这个牌子我也蛮喜欢的 是一个国产设计师品牌 我也就很喜欢的 这是 啊这件是我知道 这个是周科宇 周科宇在首秀的时候 穿的这件衬衫 那不是格仔衬衫 后面是牛仔衬衫 这是衬衫区 进入眼帘的这一大 他就是所有的鞋子 这都是按马术啊 女孩子的女团风的鞋子 所有男生小白鞋 小白鞋真的是一个 搭配力气来的 我一直想跟所有男生们说一下 就是希望你们都会有一双 干净的小白鞋 当你今天出门 我不知道穿什么鞋子的时候 登上它绝不会习错 因为一人走红毯啊 什么时候会有很多小白鞋的 衣服 所以小白鞋每一个马术都有 下面就是这些 刮刮绿绿 闪闪样样的 都是所有的布料 当我们做一些团的设定 或者是舞台表演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些面料 用所有的衣服 有很多的情况下 需要定做的定制的 所以这里全部是面料 这边是面料区 这边来过到这边 就是我所有的T恤类的 到所有休闲 那个小的夹克呀 牛仔呀 什么外套区在这里 就是所有的马甲类的 各种型工装马甲 毛衣马甲啊 什么机能风啊 什么的都在这一区 这里都是我们所有的基础款的东西 牛仔裤 白T恤 白衬衫 黑衣裤 黑裤子 然后毛衣 所有的整整齐齐的别好 还有粉色裤子 白色裤子 全部都是按区域分好 方便我们每次用的时候 我们只要对颜色 就会找到相用的东西 这里就是变好看衣服的工作节 也就是我一年来的最长的地方 这个呢 就是红烟机缝合的部分 电动的 现在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我最开始用的时候是那种 手动的机器 非常慢 现在非常快 全部电脑化 机械化 电动的 这边呢 就是放线的地方 其实这边强迫症患者 不能来啊 因为我们有按颜色去分 然后这边呢 这个就是卖价器 就打纸样的 我们在电脑里设计好图 打好板以后 就直接从这边纸样出来 垫到我们布上 按这个去剪裁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 没有它 我们就没有办法干 因为现在已经全部机械化了 我们很少用手来打是一样的 基本都是电脑的 所以我们是机械化运作 这个东西 我们叫公仔 但是其实它呢 是让这个衣服更加服贴 跟更好看 但是它对于我来讲 是有减压工具 当我每天会收到很多甲方 无理要求的时候 它 让你们感觉一下 爽不爽 当我每天要发表的时候 只要站在旁边 我就不生气了 OK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的宝藏 点赞并关注我 帮你挖掘百变的自己